特津会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 那么在这个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变化 所以外界评论说朝鲜 这个就是北韩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放弃核武器的一个计划 会不会有变化 跟美国的关系会不会有变化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来这方面的专家 同时也是韩国最重要的 这个知库和这个战略分析 这个专家金融珠博士 金博士来跟我们普通金博士 非常欢迎上我们的节目 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就是金特会 这一个成果 这个金特会这个成果是不是确定 要往前推的 当中的这个差距都并不重要 我觉得呢 我不相信这个有好结果 我确信有好结果的 因为按照所有的情报 这个两个领导 政治上的必须 政治上的必要 政治上的决定 这个是得确的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国务卿第三次访问这个平壤的时候 金正恩并没有见 那么也有人分析说他不见的这个原因是表面有所变化 那么美国方面也有这个参议员批评说中国可能是导致北韩态度变化的一个原因 那么平安在有些方面也表示出一些言论上的一个强硬 这个对美国表达的一个强硬 那么这个到底是一个谈判的手段 还是说这个实际上并不会影响整个大局 这个谈判的手段也不是一个很长的团判这个课程里面呢 会发生了这种事情的 而且金正恩在外边地方不是在平壤 所以这次见不到 金正恩按照我的情报 就说了很重重的道歉 这次我见不到你 很不礼貌这样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外边的媒体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个两国这个实际上在内部推动的一个进程 所以呢对外边的一些这个东西就捕风捉影来进行判断 因为现在金正恩的对美国 那个做成一个很友谊的关系的他们的决心是不确的 而且Trump的总统也是11月选举前 他要得到很多确的具体的结果 这个的决心也是得确的 所以我真的确信 11月以前 这个两国基金 或者这个东北亚洲 真的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 在11月之间 很好的变化 而且对许多工作这个经济发展很慢 或者官僚主义表达了很多的一个批评 那么大家都认为他不在这个视察这个军事基地 不在视察这导弹基地 他开始这个就是说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面来 那么在这个推动这个经济改革的一个过程当中 到底是美国 美国已经表态说要把它变成越南 要把它变成像南韩一样繁荣 但是中国方面是跟这个朝鲜经济关系 是最紧密的一个国家 那么南韩又是兄弟国家 兄弟的这个民主 那么这个三方到底 谁主要来帮助北韩进行经济改革 这个我不太愿意用帮助这个单词 因为北朝鲜本身会变成经济上投资上最美丽的地方 最美丽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所以周围的国家的投资者 经常都要进去的 因为我 日方也要进去 他们现在排队的 所以谁先拿到这个好机会的意思 不是谁帮助北朝鲜的意思 所以现在我看 如果他们真正的开放的话 明年的经济成交率会达到30% 哦那才是很大 那个30%可以维持很长时间 对 我觉得北朝鲜的经济发展的速度 以后十年就来 世界最坏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也够看到 这个北京实际上 在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问题上面 大家也认为 他在打这个就是 北朝鲜的牌 来对付美国打台湾牌 那季博先生 你对台湾也非常熟悉的 你对冯明党也非常熟悉的 哈哈哈哈 那个 那一个 因為現在的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長 Burton 他是很跟台灣親密的認識 所以這個是他因什麼韓國派 什麼台灣派都是他的意見 因為都是白宮整體的意見 現在Burton的意見 以前的話很有影響力 現在在白宮裡面也沒有那麼多的影響力 因為Burton現在如果說這樣的話 大家都笑 所以以前的話 台灣問題跟韓國問題是連結起來的問題 現在已經decop了 以前已經別別的問題 完全是分開的問題 完全是分開的問題 那麼你覺得就是說金正恩在經濟改革的一個過程當中 對他的政權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無論是他是肯定要走中國的這個改革的方向 他不可能想這個西方所理解的經濟發展上去了以後 民主化就起來了 可是我看金正恩 周圍的人都說 他真的要做他的祖父 或者他的父親一樣的那樣的獨在的領導 周圍的人都說 他不願意做那樣子的 所以我們可以相信以後的北朝鮮的國家的方向是很開放的 我覺得比越南更開放的 更開放 對 那麼問題是南北韓會不會朝統一的方向 還是說維持像東西德的這樣一個東西 過好幾十年 我覺得現在南北韓的人民之間的統一感 人民之間的親密的感情 比以前的東西 德國的關係 韓國的可能更親密 更親密 譬如說現在如果 如果北朝鮮把那個國家之間的 網上的發揮 如果把那個除掉的話 我主張韓國統一在三天之內發生的 所以現在韓國南方的人民也是真的希望很快的統一 北朝鮮裡面的這種輿論也是很高 所以這個是一個突破性的事件 不是長期的過程 所以如果某些條件達成的話 會馬上突然發生的 最後一個問題 你就是如果這個金正恩推動經濟改革以後 美國的這個軍隊會不會從南韓撤出 撤出 他必須要撤出 必須要撤出 那麼中國也不可能干涉到南北韓的統一 我覺得不能 所以這個方向已經是定的吧 當然就是定的 好的 非常謝謝金博士跟我們的這個分享 那麼不管怎麼樣這個南北韓這個方向到底怎麼走 尤其北韓這個能不能推動這個金特會以後的成果 尤其是剛才這個金博士講的 如果在11月中期選舉之前 如果這一個很重大的一個 如果這一個很重大的一個 那一個很重大的一個 如果這一個很重大的一個 那一個很重大的一個 你家的那個 你家的那一個很重大的一個 你家的那個我家的 你家的那一個很重大的一個 那一個很重大的一個 那麼東北亞的一區是發生的重大變化以後 對中國的改革開放 實際上也有非常好處 因為這中國的國家都進入了這個經濟軌道 那麼中國的這個經濟的優勢 也會更更進一步的提供出來了 好